来帮我们讲解这个胰腺癌 因为其实说真的 我周围这一两年 蛮多胰腺癌的案例 而且他们的治疗 就是蛮 就是说情况都蛮紧急 而且蛮快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想要 找一个人来讲这方面 那今天刚好 这也是那个郑医生的专科 专长 他现在在那个 UT的那个medical school 做那个副教授 他在Memory Hermann 好像做了十几年的肿瘤科 跟消化道 肠 我最早认识他的时候 是肠的colon那方面 那最近他说他也做prostate 还有病尿科方面的治疗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很高兴 这个又可以找到一个 肿瘤科大夫 又这么有名 然后又会讲中文的 我想这是最好的会讲中文 那我就把所有的时间 交给他好不好 让他来先跟大家介绍 OK好 曾医生你的时间了 好谢谢你 邓福甄教授 对我和邓福甄教授 和观言士都认识了 差不多有15年的 就从我在休斯顿做癌症 也差不多有15年了 很长的历史了 好那今天的课题 谢谢大家 用你周末宝贵的时间 来大家一起探讨 学习这个疑线来 那今天就说说 这疑线来 它那个起因 那个表现 还有这个治疗 怎么诊断和治疗 那疑线来 现在是慢慢上升到 现在是第四类 最常见的癌症死亡的病例 但是很快会上升到 第三大的癌症死亡病例 那最常见的 其实也不是疑线来 只不过疑线来 它那个致死率非常高 所以它才排到第三第四的死亡率 但是如果是常见的话呢 男性最常见的 就是前面腺癌肺癌 还有大肠癌 女性的就是乳腺癌肺癌 还有这个大肠癌 但是它那个死亡率 我一会再 那你看这个男性 他那个过了大肠癌之后 他那个常见的就是膀胱癌 因为膀胱癌很多时候 他比较表浅 他还不至于致死 还有女性的那个 子宫内膜的癌症 他也是比较表浅 所以他就不容易致死 一出血 比如那个膀胱癌一出血 就见血尿 那个子宫一出血 又见到就更年期之后出血 就这些就非常常见 但是不致死 但是你看这个 所以这疑腺癌是排到很厚的 大概是第十位 在男男女女的常见的 但是第十位的常见癌症 疑腺癌到了死亡率的时候 就非常高了 就是从第十位跳到第四位 而且最近这几年会上升到第三位 就是把大肠癌要追上去 因为大肠癌 它有这个大肠 大肠癌的筛减嘛 所以大肠癌在过去这十年里头 是逐年的下降 它这个死亡率逐年的下降 但是一线癌它没有筛减 所以它这个 而且又越来越常见 所以它这个死亡率 是从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了 那肺癌总是第一的那个死亡率 那你看男性最常见 我刚刚这里 这个图比较有意思 你看这男性从90年代初 这前列线来 一下子是一个高峰 为什么因为90年代初的时候 那个PSA就普及了 普及了之后 就一大帮男性以前 其实都有前列线来 只不过没有发现 就因为这个PSA就突然间 增加了一倍多的男性 然后后来呢 你把这一帮 这一堆男性以前的这个 由PSA早整过来的前列线来 这个高峰过了之后 就开始平缓了 然后呢到最近呢 因为就说PSA过于普及 就有些guidline 就有些指南呢 就说也不需要每个男性 都要他做PSA 然后呢就开始下降 下降到一定程度呢 又发现 怎么好像前列线来的死亡率 又增高了 是不是因为我们筛查的不够 所以呢最近这五年呢 又提倡其实前列线来 那个PSA还是要提倡的 只不过是多经常去测一次 是每年测一次呢 还是三年两三年测一次呢 还是那个什么 什么岁数开始测呢 还有那个cut off 就是那个斩断的是三还是四 还是二是吧 所以这些是有讨论的 然后你看那个肺癌呢 那个肺癌呢 随着那个美国禁止吸烟 把吸烟的人群赶到 史外去 那个肺癌的是逐年的下降 然后还有这个大肠癌呢 也是逐年的下降 因为大肠的进的筛减 现在是45岁了 提倡 基本上50岁的保险都肯定包 45岁呢 也要看他 有些就私营的保险 不可思不修啊 那个Unity Health 基本都也包45岁 然后 然后女性你就看这个 也是女性的肺癌是有增长的趋势 然后后来进烟的时候就平缓了 然后大肠也是向下降 然后你看 那个死亡率 刚刚这个是发病率嘛 这个就是死亡率 那你看到这个 你看到这个土黄色 就窃色的这个曲线 就是胰腺癌 那是慢慢的在升高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会升高到超过大肠癌 的死亡率是超过大肠癌 到第三位 那我们胰腺到底 他不得癌症的时候 有什么作用呢 胰腺有两个作用 主要是一个是外分泌 一个是内分泌 外分泌呢 就是帮助消化 内分泌呢 就是胰岛素 降血糖 外分泌 帮助消化呢 就主要是 那个 胰液 去消化那个蛋白质和肥 它不是帮你消化 碳水化合物 所以呢 我一般 有那些病人 有胰腺癌的时候 他因为很多时候 那胰腺癌 就把这个胰管堵塞了 然后那个胰液就出不来了 来 然后呢 慢慢的 它那个胰体和胰尾呢 都萎缩成很小很小的 就像原来正常的可能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那他就不够一线消化了 所以那个病人就慢慢瘦了 因为他吃什么 他一个胃口不好 因为就算他胃口好 他吃下去的蛋白质和脂肪 都没能够有效的 被这个胰液来消化 所以就排出来了 就分泌排出来了 所以 所以他这个胰腺来 他是使到这个胰液 下降 分泌下降 导致这个病人销售 因为他那个蛋白 食物里头的蛋白质和肥 都消化不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要给这个病人给移酶 吃一些移酶 就一线叶的酶 然后他们吃饭的 吃肉的时候一起吃 来帮助他消化 吸收这个肉和蛋白质 因为很多时候 如果你有很多肉和蛋白质 还有肥 在肠道里头消化不好的话 就你就感觉到有很多 就是说 广东话叫猴仔 就消化不良 那个有些气 还有很重 而且那些 那些大便 有些肥 飘在那个 缝面 然后 比较 味道很大 比较臭 然后 内分泌的功能 是分泌 胰岛素 来降血糖 所以 有30% 的 一线来 的病人 他 到诊断之前 他有 这个 糖尿病 或者糖尿病 前期 就他那个 血红蛋白 A1C 就比较高 的那种 但当时还不知道 是一线癌 到后来才发现 是一线癌 因为他 这一线 来影响 这个内分泌 和外分泌 好像有些杂音 我不知道是哪里的 好的 这现在杂音没有了 所以 胰腺癌呢 是从 外分泌细胞 产生的 是这个胰腺 导管的腺癌 如果是内分泌细胞 产生的 胰腺的这个胰癌呢 叫做 就不是叫做 pangreotic adenocarcinoma 因为那个 Adenol 就是导 那个腺癌嘛 它那个 是内分泌癌症呢 就像那个 Steven Jobs 就苹果的 那个 以前CEO的 那种叫做 neural ingle tumor 那种是 内分泌的 一线癌 常见 95% 我们说的 一线癌 就是这种 外分泌 细胞导管的 线癌 这是非常凶恶的 比那个 Steven Jobs的 那种还要 凶狠 就内分泌的 一线癌 还要凶狠很多 这个 导管一线癌 那 一线癌有什么 增效或者症状呢 其实 因为它没有筛减嘛 没有筛减的话 那病人怎么发现 有很多故事啦 我的病人 有很多故事 他们发现的 有很多都不同 因为早期一线癌 它那个位置很深嘛 它是在 大概就是 在你胃的后面 就是 中部 还有那个脊柱 就你背部脊柱的前边 胃的后部 所以它比较深的位置 所以早期一线癌 不一定有 那个 增效和症状 所以很多时候 发现 一线癌的时候 就已经 那个手术 切不出来了 能够切出来 大概就 20%左右 20%以下 80%以下来 它发现的时候 已经 切不下来了 因为它 在中部的 位置呢 很多血管 它一 清润的血管 大血管 都是大血管 动脉 那些都 都切不下来 无论是 两厘米也好 三厘米 听上去很小 但是它 一掐住 那个动脉 它就 切不下来了 那它的症状呢 一个是黄胆 如果尤其是 疑头的 疑线癌 那你看 我刚刚 放的这个 幻冬片 前面 这个是黄色的 这是疑线 它是在 这个胃后部 脊柱前部 大肠的上面 那它就分疑头 还有中间这个疑体 还有这个疑尾 疑头呢 大概百分之 七八十的疑线癌 就在疑头 因为疑头 它是大部分 那个疑线 疑线的组织 是在疑头 疑尾就 就少很多 所以它疑头呢 你看它 尤其 由于它那个 生理位置 你看这个 绿色的是胆管 这个胆管呢 要经过疑头 然后 才由这个 十二指肠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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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乳头 来排挤到这个 十二指肠中断 这个地方 所以如果你这个疑头 有这个癌症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胆管 掐住 那你就 这个胆汁就 没办法能够出来 没办法出来呢 就你看这个是肝脏 挤到这个肝脏里头 那这个胆肿红素呢 就从 进到血管里头 就把这个皮肤啊 眼睛 那个眼睫膜 搞得黄胆了 所以我有些病人 如果是家里人 天天见面的话 他又不觉得 有很大的变化 就是说 你昨天 你今天 比昨天黄一点 他没有很大的感觉 倒是有些邻居 或者是朋友 来探访的时候 他好几天 或者几个星期 没见面了 你看 怎么你的皮肤是 这么黄 或者是有些人 他 因为黄胆 黄到那个胆中红素 都20多的时候 才发现 一般来说是1 1以下嘛 他有时候 是黄到20多 都基本上是绿色 像这个胆囊 是绿色这个颜色 胆囊 他 绿色是因为 他那个胆汁是绿色嘛 所以 有些病人 他来我门诊的时候 看上去是绿色的颜色 那个皮肤 还有呢 这是黄胆 还有那个 除了皮肤 眼睫膜变黄色 绿色 还有那个大便 变成很浅 还有那个皮肤 有骚痒 因为他那个 胆汁 那个胆炎 去到血液 然后去到皮肤那里 他那胆炎 是使这个皮肤很痒的 好了 那第二个症状呢 就是浮痛和背痛 所以也要回到这个 解剖 anatomy 这里 你看他就是在 遗体 遗线就是在这个 脊柱前面 所以 他还有很多的神经 穿过这个遗线 在上面下面 所以很多时候 你这个遗线 一有 这个 种物 他就轻 振润到这个神经 使到你这个神经很痛 然后 刚好就是在你这个 脊柱上面 脊柱的前面 所以我好几个病人 他一线来 他 之前 他以为是 腰痛 腰痛呢 所以看了好多 医生 就看 疼痛专科 又 又做这个 又做那个 还要看那个 脊椎的 MRI 那些脊椎的医生 因为有些病人 他有这个 脊椎盆 突出嘛 刚好 但是又不是在那个位置 所以 很多 很多时候 把别人搞得很糊涂 到底这个 那个背脊痛 是 是什么回事 那 到最后 搞来搞去 原来是这个医生来 所以背痛 也是很常见的 大 大部分是 呃 一个是背痛 有些病人就告诉我 除了背痛 还有这个上腹部痛 就胃痛 所以 那个胃 到 呃 后 后背痛呢 有时候是一个 环带的 像一个腰带 那个环带 很高的那种 一个环 因为他那个神经 就 这 这一环很痛嘛 刚好 就是这个 一线上面 呃 所以80%的病人来 我们诊 开始还是要用一些 止痛药 然后 一下了化疗之后 大部分 第一剂化疗 50%疼痛 会减少 第二剂化疗 大概80%的疼痛 会减少 还是很有效 所以 有疼痛的 病人净坏 能够 开始这个 化疗 就所以 为什么很多 病人有息线完 我就算 我门诊排的 挺满的 还是叫他 当天就来 就因为他 很多病人 你尽快 给他化疗的话 他那个症状 会很快的减轻 而且那个癌症 就从你开始 给药的时候 就开始缩小 好的 那除了 黄胆和 呃背痛 腹痛呢 上腹腹痛呢 还有这个 呃 胃口变差 体重减轻啊 因为他一线 癌 他分泌很多 这些 呃 癌症因子 叫cytokine 他使到 这个人 胃口又不好啊 体重 吃了又不吸收啊 然后精神又很抑郁啊 呃 又很消瘦啊 他就 一个很消耗的过程 就是这一线癌 所以很多 一线癌病人都 哎我已经这么消 就这么瘦 这么弱 你 你还给我做化疗 我受得了吗 呃 问题是 如果不给你化疗的话 永远也不会好 就 只能够越来越差 越来越坏 呃 但是呢 给化疗的话 起码 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病人 化疗一下去 把那个癌症 控制住 把他分泌的癌症因子 那个cytokine 呃 呃 就卡住 呃 不让他分泌 不让他这个 一线癌 癌细胞 分泌 他这个不好的 癌症因素 因子 那他这个病人 很多时候 接受第一次化疗 他那个胃口就好很多了 精神好很多 胃口好很多 所以化疗是尽快要用 因为一线癌病人 他那个 我们叫这个窗口器啊 window opportunity 他能够用化疗的 这个叫窗口器是很窄的 呃 因为他诊断已经很晚了 很多早期一见来没有症状了 他他诊断不出来 那到很晚期 你皮包骨头的时候 那是很难给化疗 因为他皮包骨头的时候 他很容易感染 给一点点化疗 他就发烧 呃 那个呃 败血病那个感染 然后去ICU 那那以后下不了化疗 那他那个窗口器 其实就比较窄的一个窗口器 几个月到一年的这个窗口器 所以还要还是要抓紧时间啊 嗯 刚好要在那个窗口器的时候 能够开始 给化疗药 那下面就是一个 恶心和呕吐 啊 为什么你看 嗯 这个解剖呢 就是 如果这个疑头 有这疑线来 那你刚好就是在这个 十二指肠 的地方 你这个十二指肠 就一个C型的 包住这个疑头 这是疑线嘛 这是十二指肠 这样包住 那这个十二指肠的功能 就是 小肠的最起端 就把这个胃的食物 经过十二指肠 然后去到小肠嘛 所以你这个疑头的疑线来 在这里一大 一把这个 嗯 十二指肠 嗯 把它倒平了 collapse 就把它掐住了 那你胃的食物 你无论吃多少 吃少也好 多也好 他没办法出来 他没办法从这个十二指肠出来 那就胃胀了 他 所以我有些病人 那个胃胀的好厉害 他 昨天吃的 东西 还是 过了二十四小时 还在胃里头 一般来说 胃的排空是四小时 水呢 是十几分钟就排空了 那食物 呃 晚餐啊 中午餐早餐 一般就是四小时内 就可以排空 早餐很多时候 两个小时 就可以排空 那 那些 我见到好多病人 他那个胃头 的癌症好大 把那个小 十二指肠 掐得扁扁的 那他那个胃的食物 他做胃镜的时候 诶 你 你什么时候 吃这个西兰花 我好像是 前天的晚饭 就好几天前 的食物还在那里 所以这种情况呢 要放一个支架 把它称大 称大 然后放 放那个化疗 就希望那个化疗呢 把这个胃头的癌症缩小 然后你这个食物就可以出来了 就可以通过这个十二指肠 去到小肠 那甚至有些病人 你放这个支架也放不了 因为他窄的一点空间都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 搓一个小孔 从小肠那里 从近端小肠那里 给这营养液 因为这个病人 没办法再吃东西了 那些食物几天前呢 还在 就从小肠的 近端那里 开始输这个 营养液 好的 那我们说了这个 四二指肠 阻塞 引起的这个 恶心呕吐 这个胃阻塞 阻塞 那还有一个 就是血栓 前列下来 是这么多癌症里头 基本上是最经常引起 这个深层静脉血栓的 癌症 他因为释放很多 炎症因子 癌症因子 使到你那个 血很浓稠 那他就 这些深静脉血栓 很大部分是在脚部 就腿部的 小腿也好 大腿也好 还有腹骨沟 还有那个 盆腔静脉也好 这个血栓形成 那这些血栓形成呢 有什么坏处 一个就是痛啊 还有这个腿很肿啊 还有更坏的就是 他这个血栓破裂之后 他那个血栓可以流到 那个肺部 引起这个肺动脉的 酸塞 那病人可以立刻死亡的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 也是我 一个医生同事的爸爸 他是在新加坡 上的飞机 飞来休斯顿 然后在上空 可能快要降落的时候 我开始那个呼吸困难 然后一下到修斯顿 就派这个直升飞机 运到我们这个诊所 这个修斯 Memoherman 就因为他这个肺静脉 有这个血栓 这个肺静脉 你看他这个是主干 然后有两个分支 他那个血栓就是 生成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左边右边都完全堵塞了 所以那个我们这个医生呢 就要用这个小东西来吸 把这个血栓吸出来 才能够有这个 才能够救命 这个肺才能呼吸 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糖尿病 我刚才说到 就是说这个 胰腺来诊断 之前有很多 30%的胰腺来病人 以前是有过 糖尿病或者是糖尿病 前期就是因为他这个胰脏细胞 他胰腺萎缩嘛 有这胰腺来萎缩 之后他那个 那个内分泌细胞就减少了 他分泌的胰岛数就少很多 然后 那好 还有这个胰腺的手术 因为我们刚刚说了很多 这个解剖解剖 所以呢 现在就说一说 因为横数都说解剖 就是说说这个 手术是怎么做的 当然我刚才说到 20%的胰腺来 是才能做 才能发现的早 才能做手术 80%都不能够做手术 只有做手术 只有20% 那你看他这个胰腺 浅黄色的 然后这深黄色呢 就是这个癌兆 癌兆呢 它和这个血管的关系都比较靠近 然后你看这个 绿色的就 总胆管经过 还有黄色呢 就是胰岛管经过 都把他们的消化液 释放在这个 我们ampular 叫乳头 胡腹乳头 在这个 舌子肠里头 然后呢 你这个手术呢 要把这个癌症 切掉呢 就这里开一刀 就胃的出口开一刀 然后 疑体这里开一刀 还有远端的 这死耳子肠也开一刀 然后把这一大部分 完全切出来 那你看同时 这个胆囊也切出来 所以 疑头手术 我们也叫这个 WIPO Procedure 是把 胃的远端 这个小 十二指肠 还有这个胆囊 疑头 这样一起拿出来的 然后呢 你现在就有 三个缺口了 因为胆管 一个缺口 疑腺体 一个缺口 还有这个胃 那个食物 也要出口 那你三个出口 怎么办呢 那就 拿最长的小肠 就把那个小肠 身高 扒起来 就造三个口 在这个小肠里头 所以这些 疑腺 那个胆液 还有这个胃的东西 全部都把里头 放进去 就在这小肠 然后就小肠 下去了 那个食物下去了 然后下面一桩呢 就是 你看 一线来 为什么只有20%的人 到诊断时候 可以做手术 你看 这个是 你刚才看到 这个血管的位置很近 那你看到 这个是门静脉 这个是主动脉 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 主干 尤其是这个 不是主动脉 这个叫 Celiac axis 就是说 Celiac 就一个很主要的动脉的分支吧 这个动脉分支 公穴给胰胀 公穴给十二指肠 公穴给肝状 这很多很重要 所以你不能够把它切掉 那所以你看第一个图呢 就可以手术的 因为你看这个癌症 就是深色度的癌症 它没有 它和这个 肝肿 肝脂脉 还有肝门静脉 还有这个 这个动脉 它都是 和水不犯 紧水这样 分割开来 中间我们叫做Fat Plain 就是脂肪 有一道脂肪 分出来 所以你那个手术 医生进去的时候 很容易把它挖 切出来 分离开来 分离开来 然后你看 这一边呢 就是不可以手术的 最右边就不可以手术 所以你看它这个 动脉也在这个癌症里头 门静脉也在这个癌症里头 那你就算你 用化药怎么样缩小 也很难缩小 因为它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你缩小 只是掐得更紧 就从外面这样来说 所以它这个血管 在中间还是在中间 那你看这个呢 叫做Balline Recycle 就是不一定可以手术 也可以手术 就看看你能够 用化疗缩小的多少 是吧 因为你看它这些 第一个图就和水不犯紧水 它中间有肥肉 隔住这个肿瘤和这些主要血管 那它这里呢 就没有肥肉隔住了 它就这个癌症 在这个血管的边缘上面挨着 挨得挺近 而且是贴着来挨 那这种情况下呢 你就希望尽快给它做化疗 能够把这个癌症缩小了之后 它就可以和这个血管的关系剥离了 是吧 这样剥离了 那剥离了之后 你就可以容易分开 所以就为什么 一下我们有些时候说 你这没办法可以做手术 你就算怎么缩小 也做不了手术 另外一种呢 就是可能做手术 也可能不做手术 那到底做不做 我就看你对这个化疗的反应怎么样 如果你对化疗很 对这个术前的治疗很敏感的时候 那还是说得很小的时候 就和这个血管分离了 就还可以做手术 好的 那你看我这个简易的图就是 就是这个门境外啊 这个动脉啊 主要是动脉 主要看动脉 你这个就是要这个种 就缩小到和这动脉完全离开 这就没办法 你怎么缩小 它还是180度那样围绕住这个动脉 也很难缩小到可以做手术 好的 那一线来你说又手术又化疗 就这个那个 那到底他们能够活多久 那好的 这些是手术的病人 就是说这20% 比较相对而言比较幸运的一线来 能够早期发现的20%的病人 那他们经过化疗手术 那到底能够活多久 所以你看 如果你诊断的时候 你测那个C99 CA199 就这个肿瘤血液的标志物 就癌症指数 对癌症指数 如果你这个C99 是少于100的话 你化疗加手术 化疗就六个月的化疗 那你可以达到三年 甚至三年还多几个月 三年到四年的这个存活数 三年到四年 你看他这两个很大的 一个在法国做的 一个是在欧洲和美国做的 他们那些手术医生 无论是在欧洲 还是在 美国 他们如果那些手术医生 看到你那个CA199 这个癌症指数 是高过500的 基本上他们都不会先做手术 都叫你去看这个 癌症医生把你 这个癌症缩小 然后这个CA199 降到起码200以下 他们才考虑做手术 所以你看他这个两个临床试验 他们那个CA199都是少于200的 这个是少于180 又是少于100 因为因为如果你500或的几千 你横着心来做了手术 他那个结果 不是很好 尤其是先做手术 再做化疗的时候 他我看到有些病人 他是几千的时候 进来做手术 那是好多年前的 十年前十几年前的时候 很多手术医生 就是十年前的手术医生 就有一个医生来看看 那个影像 能够切了 他就 一下子把它切掉 他也不理你那个 癌症指数有多高度低 那有些几千 他也 把它切掉 切掉之后 他你要有起码一两个月 才能恢复 能够做化疗 因为一线来 你肯定是要做化疗 无论是一厘米 还是两厘米 还是五厘米 你一定要做化疗 因为他那个全身扩散的 几率很高很高 那些 手术医生 他 几千的时候 他硬是一上来 就做了手术 我说是十几年前 那好多病人 他在恢复的 那两个月里头 再做一次scan 就发现 术前里头 术前的时候 那个肝脏 还是干干净净 没有转移造了 术后之后 满个肝 都是转移造 腹膜也是敢 转移造 那有些病人 是不是手术医生 把我这个癌症 就开爆了 所以全身扩散 其实也不是 是因为你原来 因为那个病人 本来就几千 那个C199 C99 就几千 那肯定就是扩散了 所以就为什么 最近这五年十年 欧洲 美国的 专门是 做移性癌的 手术专家 他们看到是 五百以上 这几千的话 他们就不会碰你 他们是先给 送到去 癌症医生 给了化疗 把他这个 癌症指数和肿瘤 降下来 他们再考虑 手术 还有呢 就是 那你看 这是最早的 他那些手术医生 没有知道 那个C199 对那个癌症 预后和凶猛 那个扩散 是这么有 指针作用的 指标作用的 所以最开始的十几年前 他那些手术医生 就不理三次 三七二十一 就把他randomize 一个是 都是先做化疗 然后再做化疗 那他 你看他那个存活率 就是两年 所以和隔壁这一组 对比挺免险的 这是两年 这是三到四年 所以一线来 尽量来说 我们都是先做化疗 把他控制住 缩小 降低这个癌症指数 然后你再手术 手术之后 你还有时间休息 那么两个月 然后再重新给化疗 那起码呢 都是要最好 给六个月以上 不是说六个月就停了 有时候有些病人 他淋巴结很多 阳迅力很多 那那些病人 还是要超过六个月 因为你不想 一停入化疗 那个肿瘤又回来了 那好了 我刚才说到 一线来最好 百分之一百 一线现在都是要做化疗 因为他一线来 一发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全身转移了 他就为什么 百分之八九十一线来 他过不了五年的生存率 他因为他在诊断的时候 其实已经 那些癌细胞已经到处跑 他和其他的癌症不一样 比如刚才 他那个癌症就很乖乖的在肝里头 脑癌也是乖乖的在脑里头 他只不过是 到死的时候是肝衰竭和脑 没有地方用 但是一线他不是 他可以是转移到 你整个肝 整个骨头 整个胃 抚膜 都有 但他那个癌症就小小的 就那么两三厘米 你就怎么会这样 他就很喜欢 travel 他那个癌细胞很喜欢扩散扩散 我还有就转移到最上一件的就是 腹膜肝肺 还有骨头 这四种 骨头是最惨的 骨头是死得最快的 然后 你看 这个表就解释为什么 大部分你先来 最好你是给素前的化疗 因为呢 术后很多 百分之三分之四分之一的病人 到术后之后 他很累了 因为你 你把他那个肠道 改组成 七上八下了 所以他吃饭 没有像以前 那个体力这么好吃这么多 所以他有些病人 他就没办法再做化疗了 那你不做化疗的话 他 他其实那些癌细胞 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都已经在那个肺肝 和腐膜上面了 那个一线癌 因为他喜欢转移 所以那些病人 基本上是治不好的 然后呢 还有 你给素前的化疗呢 可以减低 这个 淋巴结的 阳性的数目 比如十几年前 四五年前 十三年前 我在这里做的 头那几年呢 很多手术医生 他一开始就把这个 一线来割下来 大部分情况下 百分之八九十 那个淋巴结都是阳性的 就淋巴结已经扩散了 那你看他这个 Clinctral也是 百分之八十淋巴结阳性率 七十多的淋巴结阳性率 那怎么把他这种 淋巴结阳性率 这么不好的东西 干掉呢 就是给素前的化疗 所以后来这十年 我们基本上各个病人 都给素前的化疗 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 那个淋巴结的阳性的数目 大大减少 从百分之八十几 减到百分之十几二十 那就很大的降幅 大概是百分之二十吧 现在 还有呢 就是 R0 resection 就是说 手术医生切的时候 你那个肿瘤最好是越小越好 因为他 你在CD scan看到肿瘤 它的面积就像我手心这么大 你以为就是手心这么大 其实他 那个癌症是一个手指 浸润到周围的组织 所以你CD上面看到是 大长大的东西 其实那个肿瘤是两倍大的东西 所以就为什么 手术 专门是做癌症的手术医生 他那个margin 就surgical margin 就是切口 最好是离 你看得到的那个肿瘤 起码有 三厘米到五厘米的地方 那所以 他有些手术医生 他没办法再切 因为再切的话 就去到 那个脊椎了 或者是再切的话 就去到其他很重要的动脉了 那怎么办呢 他就切少一点 切少一点 他那个坏处呢 就是 有可能 你那个cancer cell 就是那个癌细胞 就在这个刀口的切缘这里 那刀口切缘 你看到癌细胞的话 就证明 你体内 那个切口的时候 还有这个癌细胞 所以那些病人 伏发率很高的 尤其是局部的伏发率 我们叫做 local recurrence 他们那个伏发率 是很高的 如果你切到了边缘 还是发现有癌细胞的话 好的 那 还有最近我们医院 除了化疗 最近化疗 还可以 offer 还可以提供 就是放疗 尤其是如果你化疗 换过两个药 那个缩小的程度 还是不够 还是不够去做手术 那样的话 你就送去放疗 放疗呢 就进步的把它缩小 但是放疗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你 我刚才说过 医生儿其实很多时候是 systemic disease 就是说 他发现的时候 已经转移了 那你放疗 其实就是一个局部的治疗 它不是全身的 不是像化疗那样 全身的治疗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说 我们做完化疗 他又缩不了很多 然后又不能够去手术 我们给化疗 放疗医生 放射治疗医生 要放射治疗医生 很好 把它是缩小了 那怎么 为什么 缩小之后 他那个 癌症指数一直在高 然后再查一个scan 就发现 原来肝又转移了 那个腹膜又转移了 又多很多淋巴结 就不是在那个 radiation的范围里头 它那些的继续扩散 已经扩散的细胞继续膨大 那就变成第四期了 所以这个放射治疗 我们是挑选的很仔细的 这些病人才能去做放射治疗 那我们因为有一个特别的 就是一个工具呢 就是叫做RFA Radio Frequency Ablation 它就是一个 通过胃镜 然后超生 看到那个 一头的 总物 然后 在一个很细的 针进去 把它烧融 那 是我们医院和Stanford有 其他医院都没有 Memore Herman 这个TMC 它的好处呢 就是因为有时候 你给很多很多话 他还是说不巧 还是不能够做手术 那你就要 想另外一种办法 因为你是打一个很艰难的仗 你什么救病都尽量能够请来 那它的烧融树呢 有些病人我们是烧了之后 它那一圈的癌灶就没有癌细胞 所以你手术切的时候 你还可以切得比较近 还有就是一个放射资料 我刚刚讲过 那好了 我们刚才讲过 这是对比起 术前化疗还有术后化疗 你看术前化疗 还是比术后化疗 大概是长一点 那个寿命 你看这里是百分之 能够完全切下来是高一点 还有那个生存率是从 百分之二十六个月 sorry 二十六个月 就是说两年 可以延长到三年的生存期 如果你是先做手术的时候 就两年 如果你是给了化疗才做手术 先把它缩小才做手术的话 就是三年的存活期 那就是很 还是很不一样了 然后呢 这里是两个专门是一线来的化疗方案 一个我们叫做Fulfurinox 是三个药的组成 一个是Ironutic and Oxidepandum 5W 这三个药呢 每两个星期注射一次是静脉的 然后我们每三到四个月 做一次扫描 就一些影像 看看你这个癌症有没有缩小 然后还有呢 同时还要做这个C199 CA199 这个癌症指数 如果你的癌症指数慢慢降下来 然后你在三两三个月 开始化疗之后两三个月 再做这个CT scan的时候 又看到这个癌症缩小 那样的话 你就继续这个化疗 起码继续到 那个三到四个月 所以 然后呢 这个呢 Neproxel呢 Gemsolibin呢 是后来发现的 它的好处呢 就是 它一个月 做三次 这个Fulfurinox呢 是一个月做两次 这个是一个月做三次 但是它很好受 所以很多老的病人 比如尤其是75岁以上的病人 它得了这个癌症来 这个Gemibroxene Neproxel 基本上就是我 挑的 因为它很安全 它就 它是 虽然是每个星期 打一次 每个月来三次 但是因为它 很多老人也好 中年人也好 它打这个 它基本上 天天它可以 想做自己东西都可以做 没有很多 很多的 说要睡床啊 很辛苦啊 那种 那你看这两个月 无论你挑哪一种 它那个存活期 都是13个月 这个是12个月 都差不多了 因为它这些是 没办法 手术的病人嘛 就12到13个月 一年左右啊 就 就不生存了 这些病人 那好了 现在 最近 那我刚刚说到 医线癌 用 从 用 怎么手术 怎么样 化疗 什么人做化疗 还有这个 化疗 用什么药 然后 现在呢 最近这五年 三五年呢 最新一个 三五年 医线癌的推势呢 就是做这个 基因的检测 比如 那医线癌的病人 或是任何 第四期 癌症的病人 不能够手术 切除下来的病人 来我诊所 我先抽一小同学 然后呢 把他 以前 活检过的 组织 那个癌组织 无论是 去年 活检 去年 活检 还是是五年前 活检的 我都可以从 这个 病理科那里 拿出来 然后 去 检验 他们这个 基因 这个癌症的基因 我们叫 Somatic Mutations 癌症的基因 和 和那个 血的 白细胞 或者是 Buccal Mucosal 这个正常 细胞的 基因呢 是不同 那个正常 细胞的 基因 比如白细胞 上面的那些 基因 或者是 那个口腔 里头的基因 那些 基因的 异变呢 叫做 Germline Mutation 它是正常 细胞的 变异 那这个和 那这些 正常细胞的 变异呢 就可以 传到下一代 但是如果 是肿瘤细胞 只是肿瘤细胞的 变异 和正常细胞 没有变异 的情况下 这种 细胞的变异 我们叫 Somatic Mutation 这个变异 不会影响到 下一代 所以是两个 变异 两个Mutation 就要分清楚 那无论是 那大部分 它那个 Somatic Mutation 这癌症 经验变异呢 和这个 正常细胞 那个Germline Mutation 的变异 大概就是 在 一线来 大概是 可能是 10到1 10比1的 关系 就是说 每9个 10个的 病人 就是说 如果你把 这一堆病人 他们都是 有变异的 然后 你在 看哪个是 正常细胞变异 引起这个癌症 还是 只是癌症 细胞有这 变异 大概就是 10比1 那 我们那些 靶像药呢 最近这35年 最有效的 一个靶像药 要不就自己 就单独来用 要不呢 就在 化疗上面 加上去 我们叫这个 叫做 HRD 我后面 这个 slide 有讲的 就是 Hermonicus Recombinate Deficiency 它 它是有一组基因 包括 Brack mutation Palby 2 Mutations Check Mutations OK ATM Mutations 这几个基因 它都可以用 同一个 要叫做 Park inhibitor Park inhibitor 现在市场上 有的就是 都是口服药 有两个公司 一个叫做 Oleparate 或Limpasa 另外一个叫做 Recoverate 都很有效 它都是针对 叫做 这个 HRD Mutation 来用的 那其他的那些 小一点 基因 变异 没有20% 这么常见 像现在20%的 这些 Brack mutation Palby 2 Mutation Check Mutation ADM Mutation 这些 大概占了 15%到20% 那其他小一点的 基因变异 也不是很常见 很罕见 很罕见的 基因变异 那包括这些 Micro-Satellite Instability 或者是RAS HRD2 Mutations 那这些 那好了 这个可能比较 比较专业一些 那我就不在这里花时间来解释 那大概就说 Brack mutation 因为你这个Brack mutation很重要 Brack mutation 它可以引起 如果是Germline mutation 就是说如果你那个正常细胞 那个病人正常细胞 有这个Brack mutation的话 那就意味着 它那个乳腺癌风险很高 胰腺癌风险很高 还有这个前列腺癌的风险也非常高 所以就Brack mutation就主要是 还有卵超癌 这四种大癌 乳腺癌 卵超癌 一腺癌 还有前列腺癌 这四种大癌 都是和这个Brack mutation挂钩的 那你看那个Angelina Julie 就那个很有名的女演员 Angelina Julie 她就那个Brack Pitt的前妻 她就是几年前就发现 她妈妈为什么乳腺癌死掉 她自己就检测了她自己的基因 就发现原来她是 从她妈妈那里遗传下来的 Brack mutation 所以她就两边的乳房都切掉 就bilateral mastectomy 就她那的话她就 不会得乳腺癌 或者乳腺癌的几率就大大减少 然后她可能 后来也把她那个卵超 生完孩子之后 她好多孩子 生完孩子之后 连卵超也把她拿掉 那她的卵超癌的几率 也是大大减低 那她不能够拿走乙腺 你拿走乙腺 她糖尿病也不好 你分泌 那个乙液消化不好 所以她 那女的又没有前列腺 所以她就把卵超和 那个 我房都拿掉 去大大减少她这个 Brack mutation related cancer 那个Brack mutation 引起的 这个癌症 我自己检查 检查病人基本上 在这个表上面一半都有 尤其是这个 Pow B ATM check 都可以用这口服药的 这个Pak inhibitor 而且效果非常好 而且副总用也很少 好的 那 就讲完了 对对对 后面其实那些也不是很重要 好的 那今天 大概就刚好一个小时 就把我这个slide讲完了 其他有什么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